所以我说当今天民进党发现 他们现在民调回稳之后 原本放在抽屉的抗中宝台 突然其实在两个礼拜以前 我就看到一篇报道说 绿营人士说抗中宝台跟和平宝台 并行不备 两个并不矛盾 所以也就表示他们已经准备 要从抽屉里面把抗中宝台 再拿出来了 他们认为抗中还是有效 这也是为什么 当马贤总统到了对岸去之后 你会发现侧翼网军全部大复活 大量的去把这个马英九 继续往所谓的触筒 或是说抹红 有各式各样 那再加上最近比如说 你看这个敦化国小的小朋友们 这个去唱个歌 然后呢 当然我觉得唱不唱歌 这个是可以讨论的 但是连绑一个 他们制服既有的这个红领巾 都会被讲成是在跟对岸唱贺 就对我最近会说 网路上最近很流行的一个国家 叫做西班牙 那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韩剧里面 很爱这个提到西班牙 那韩剧里面这个西班牙 西班牙有一个特别的地方 就是叫斗牛 斗牛看到了红色的 就会眼红 就会生气 就会愤怒 而我们现在台湾有大量的西班牙 斗牛 目前正在 这个 瞄准各类 可能会变红色的事物 去进行愤怒攻击 这就是现阶段 民进党要开始操弄 我们就把它统称为 西班牙战术 这个大家可以自己去 我以为是足球的 那个中场的防守战术 这个是属于叫斗争战术 这个某种程度也跟这个蔡英文 之前去见的那一位众议长的名字有关 叫麦卡锡主义 所以呢 这个大家可以去Google一下麦卡锡主义 也简单讲就是反共主义 好 那所以这一次 整个民进党重新操作抗中保台 可以从赖清德的这个 所谓他的这个 被提名之后的言论里面 他强调不是战争与和平的选择 而是民主与专制的选择的时候 你就可以看出来了 我们其实谁都知道 2024这一任总统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 他必须要展现他能不能维持两岸和平 那当他当赖清德说 这跟战争与和平无关 而是跟民主与专制有关的时候 就是回到了2020年2016年 当时他们要强调 你难道你要被共产党统治吗 难道你要被习近平统治吗 又要用这种恐惧牌来了 芒果干又要再来了 王国干又要再来贩售了 所以民进党的胜利方程是永远都是用这种所谓的抗中牌 恐惧牌 他们的恐惧是在于民主与专制的 这个选择的这个恐惧 那很简单 现在柯文哲也好 国民党不管今天谁 侯友宜一样 他们到时候都会用各种方式把他抹红 然后把他们说这些人就是 这个所谓的习近平在台湾的代理人 这个模式已经四年前 韩国瑜已经被抹成这个非常严重了 2016年的这个朱立伦也好 洪秀柱都曾经碰过这样的遭遇 所以国民党如果没有学会 没有搞懂 现在民进党想要玩什么把戏的话 那这场大选老实说 在大选里面 在攸关国家主权的大选里面 这种议题是很容易操弄民粹的 这样的议题会让大家忘记了 他们民进党在这四年 也是乃至于更多的 这七年之间 所谓的内政的紊乱 那治国的无能 以及所谓的借用民主民意的专制 其实讲专制 民进党哪有输给共产党呢 只是我们的 在中华民国里面 我们有民主体制 但是因为这个民主体制 大家不要忘记了 我们现在国会多数党是谁 当总统是民进党的 国会多数也是民进党的 所有的法案在野党 连举双手双脚都打不赢 就是每次投票 就是表决就是碾压的状况下 现在的民进党 形同是一党独大 那这个一党独大的情况 民进党有在跟在野党沟通的吗 有在跟在野党分享权利的吗 我们的蔡英文 蔡英文总统 他在上一任 就是说2016年上任的时候 不断强调要政党合作 请问他合作了什么 所以现在的 这种所谓的专制 更何况我们刚刚讲到的中天官台 就是民进党专制 压制言论自由的最好的案例 那现阶段我觉得如果2024年 这个当然赖清德他们现在就是觉得胜券在握 看到蓝银跟这个白银的分裂 看到彼此互相的这个批评 看到蓝军内部的乱 他你现在最开心的一定是赖清德 赖清德现在可能做梦都会笑 去年底他是做梦都睡不着 连梦都梦不了 现在是做梦都会笑 所以呢我觉得大家都真的要看清楚 现在的赖清德 他在整个论述里面 和平保台请问 他说要两岸交流 请问要用什么基础交流 请问要怎么做到他的所谓的交流 没有 他只有讲一句 他认为两岸要交流 没了 没了 我也可以说 那比如说我想这个 台湾的这个 这个很多的政党都可以这样讲 就说我支持两岸交流 没了 但我没有说我要怎么跟他交流 那对啊 要不要跟你交流 那是另外一回事 所以现在简单讲 他们这个 这一派的所谓的两岸相关论述 根本就是拿来 某种程度 我为什么要说赖清德是 这个没有读稿机的蔡英文 是因为 我讲这个他会开心 真的赖清德会开心 第一个 因为他不需要仰赖读稿机 第二个 证明他是走蔡英文路线 他现在需要的就是美国 我要认证赖清德是蔡英文路线的接棒者 接班人 现在赖清德需要的就是 他要被认证为蔡英文 所以他讲这 我讲这句话他觉得很开心的 可是重点在于 你拿了那四个建筑在你的身上 那不符合赖清德人设 赖清德你的这个台湾独立的 务实的台独工作者 很多独派的是期待你能够做的更多一点 可是没有你会发现不管是陈水扁也好 当年陈水扁勇敢的台湾人 这个太平洋没加盖 这个所以他当年一执政之后 马上第一件事情讲什么 四不一没有 对不对 大家还记得吗 所以民进党是一个绝对以选战优先为主的 他的台湾独立的价值其实是可以往后放的 可是他要先拿到选票 民进党一贯的套路就是如此 所以我觉得国民党当然现阶段 我觉得当然四月份如果还有一些乱流 也许五月份征召结束之后就可以结案了 那就应该往前去好好的论述 这个所谓的2024的价值与这种所谓的选择 你当民进党的赖清德 抛出民主与专制的选择这样的议题的时候 国民党要怎么接招 我觉得这还是接下来大选很重要的一个深水区 列宇哥我有两个问题要问 首先如果刚刚像杨明哥提到了 因为现在他们发现民调好像还不错 所以他把原本那个已经收进抽屉的那个抗中保台 说现在可以两个并行 两个如何并行先不要讲 下半年或是从我们的年中间的中开始 其实国际局是有很大的变化 你确定要拿出来拿得这么早吗 因为美跟中最近是要准备恢复对话 更不要说欧盟那边欧洲国家也开始陆续表态了 而另外我看到其实最近亮哥讲了一句话 哇相当的用力 而且这个讲的话让我眼睛一亮 他说赖清德他最脆弱的要害就是台独跟战争以外 那另外他听到赖清德刚刚我们讲的民主与专制 还以为是要挑战蔡英文 而赖清德所主张的团结 他说让他听了快要吐 好听的话高情上的话叫做牛牵到北京还是牛 低情上的话就是狗改变了吃死 为什么入境依赖 其实刚才阳明哥讲的非常好 民进党这一招赢太多次了 赢到现在已经不知道要不要拿出汪 我们常常在讲 这个一个政党他应该要怎样 他就算纵使有路线的改变 他应该要怎样 以人民为福祉 以人民的福祉为依归 就像我上一part所讲的政府的原型是什么 就像不是啊 他们目标是什么 我只要选赢 就算我算费没什么 这就是阿扁的态度嘛 所以讲的事不一没有 他宁愿给你迷航 一个堂堂中华民国的总统 号称一个民主进步党 去跟独裁强人格达费 获在一起 耐目历历在目 那个也真的是我的这个政治启蒙的时候 我就吓了一跳格达费 这个不是我在看国家定义杂志里面 讲的是一个独裁的狂人吗 我从小深受美国观点影响 因为我们从国中就开始看国家定义杂志 看到他倒掉 那回过头来啊 一个选举型的政党 你要告诉我他有什么理念 有 伸藏在后面 但那个理念 会是你的理念吗 理论上来讲 我们一个政党应该是这样 这个把事情给做好 好好好做事 我知道有些人对这就很敏感 但实际上就是嘛 好好好做事 你把我提起 我为你的幸福来拼 这是我们理论上的嘛 那民进党是吗 不是嘛 当我没办法好好做事的时候 我就散动民粹啊 我就忽略现实啊 如果你觉得投给民进党会让台湾好 我觉得你可能要怎样 要先去看看陈吉仲的脸 每天看三次 你就会知道他到底对你有多好 因为你家的冰箱会很生气 因为好久没有蛋可以冰了 气死人了嘛 装校尾 所以我觉得回过头来 我们要来思考一下 刚才 其实上他提的很重要 下半年国际形势会不会变化 现在就在变化了 这个我们常看马席会没发生 不 最近是怎样 最近是四马反华 什么意思 四肢马 马英九去了中国大陆 马克宏去了中国大陆 这个 马斯克去了中国大陆 还有马鱼也回中国大陆 所以说四马 四马反华或四马道华 这代表一个 整个国际情势在改变 中共的情势也在改变 什么意思 马英九去代表两岸和平的论述 重新被吐起 中共有个更新的态度 更广泛的胸襟 刚才严老师提到的嘛 我可以都让你讲啊 因为在九二共识更新之前 有新的共识之前 基本上他的官方媒体 一定是这种态度 他不能让你讲 因为这个就九二共识里面嘛 一中 一中 没办法各表嘛 是一中没表嘛 所以你讲我当然不能给你用 这是一种 这是和平的道路 对岸想要寻求和平 不是只是我担当我们 那第二种呢 第二种是这个马克宏去 马克宏去代表怎样 这个大陆正在拉拢欧洲嘛 拉拢欧洲 从马克宏来破局 放弃过去拉拢全欧洲的概念 改为足隔即破 而且找 欧盟只有三个巨头 事实上 就是德国跟法国 再加一个半残的意大利嘛 那这三个可以搞定 事情就很好 意大利本来跟 中国大陆就很接近了 那法国这一次改变了 那所以这就国际情势改变嘛 那马斯克去中国干嘛 加大投资啊 美国的商人是最聪明的 哪里有钱我哪里去 马斯克很清楚嘛 未来的市场经济 电动车的未来 是下一个世代的革命 那在中国大陆嘛 那马云回到中国 开始重新组长阿里巴巴 是为什么 因为前阵子他搞蚂蚁金服 人家很不爽嘛 就是老共上层不爽 就说你这个已经侵犯到我国家 但是重整之后 还是需要马云这些商人来出力嘛 所以接下来就是一个 和气生财 我已经跟大家讲过 我每次我都要提这个概念 所以回过头来 那拉住两岸和平的内涵是什么 那就是一个 你要回到九二共识嘛 这就这么简单 不是我吃到马云九口水 而是马云九用身体力行 实践给我看 打了年轻我的脸嘛 对吧 以前我们刚才当小决心 大家都在喊反九二共识啊 九二共识没有共识啊 可是回过头来 其实上次我来本节目的时候 我也提到一个 陆委会自己就 挂着九二共识当年的文件 那是第八次国统 这个国家 国家统许委员会的时候 开会的一个记录嘛 就写的就是民国81年 所以啊 讲来讲去啊 还是要继续来打演赖清德啊 这样才会怎样 呼应到亮哥所说的 真的想吐啊 为什么想吐 赖清德那篇文章 我老实讲 写得非常的好 他是充分融合了什么 蔡英文的文胆 他自己的个人意志 还有隐姓台独的内涵 三者共构在里面 但是我想如果把那篇拿出来解读 大家会很想转台 因为很多人不在意赖清德讲什么 但是我告诉大家 打仗里面最重要的是什么 思想作战 现代化的战争哦 不管哪一种部队 里面一定有思想作战的内涵 你就想说 你做兵的时候 有什么破的最重要 破的是什么 辅导长 辅导长是什么 政治作战 为什么解放军里面 每一个部队里面 都有所谓的政委 他们叫政治委员 就是做思想控制 抱歉西方的现代战争都有 中国的军制改革 起于什么时候呢 起于袁世凯的小战练兵 袁世凯小战练兵 跟在这个之前的团练 八旗最大的不一样是什么 小战练兵要求小兵们 都要读书 都要能够理解思想作战这一块 所以为什么后来 袁世凯所建构的 北洋军队战力这么高 他是北洋下面的几个大将 像冯国章 段祺瑞这些人 就是在小战练出来 影响中国风骚几十年 这个就是历史的实质意涵 让我们可以了解一件事情 所以论述这么重要 真的不是不重要 框架这么重要 不是不重要 今天赖清德把这篇写出来之后 他的那些图子图身 就像刚才这个严老师说的 有些人没有领钱 他每天帮他背背教 可是他们的行动指导 刚你是哪个 赖清德那篇文章 为什么现在国民党一谈闪杀 大家受不了 你侯仪到现在到底是 九二公司什么态度 你拿不出来 很简单 因为你发不出一个文章 那个就叫做什么 自发性的 这个是一个新媒体的时代 他已经改变 他资讯滚动的很快 而且会有很多人 可以在网络各种舆论战去讨论 但是你没有一个纲理 就做不了 所以赖清德现在正在积极的定调 定调什么呢 定调说我不是一个战争制造者 我是一个抗中但可以和平 有这种事吗 那这样好了 对不对 我也想跟你多会交往 对不对 我靠说你多会你跟我交往吧 那你多会就跟我交往吗 你是有多会 我真的不会 对不对 我已经结婚 但是回过头来 不能幻想的嘛 那是戳破赖清德 其实很简单嘛 把他过去那些台独的东西拿出来 请赖清德你解释解释 什么是中华民国 什么是自宪 什么是台独 请你解释解释 为什么中华民国 不用再重新自宪 变成台独国 然后现在你就说 我们是主权独立的国家 是中华民国是主权独立 还是台独是主权独立 一讲赖清德就破功 那现在为什么不能问 因为现在还有一些人在幻想 谁在幻想 柯文哲的96共识就是一种幻想 那我不想展开讲 还有国民党里面有一些人也还在幻想 幻想什么 幻想以为你去贴近赖清德的论述 就是主流论述 我听他的喇叭 乱七八糟 什么是论述 论述就是你政治人物要站出来 告诉大家你要做什么 你想的是什么 你要告诉大家 你要走的是哪条路线 赖清德路线就是一条路线 什么样的路线 抗中 然后战争 就这样他不敢讲战争 所以他跟我说抗中我和平 这就是刚才说的嘛 那你就说就打一个嘴炮说 我要跟你都会交往 就会交往 哪有这种事嘛 所以路线很清楚 那你能不能提出你原本路线 国民党本来就有一条路线嘛 那能不能插量这个招牌呢 这才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重点嘛 那结果搞了半天 这个被民进党这些论述带着跑 他那个论述根本不堪一击 在我看法里面 哪有这么难 可是你不讲那你永远被人家先声夺人 那最后你就直接就垮下去了嘛 他是澎湖浮蓬希莱登酒店推出的 海黄鲍鱼干贝XO酱 小小一条啊 可是有大大的学问 里头有很多像是呢 这大干贝就有很多像是这20多种的氨基酸 其实对于你人体之间是非常有效的 因为他里面有稠蛋白 也是加分再加分 他过去的 他也可以和我 跟她都说可以